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们好 请问有什么需要为你们服务的地方吗 你好 我爸爸患有糖尿病 日常应该注意些什么 我们第一次来 不太熟悉卫教的流程 能麻烦你指导一下吗 当然没问题 我很乐意协助 我们有专业的卫教师为你父亲安排身体检查 物理和营养卫教等 请跟我来 每次看诊前 请先至糖尿病卫教室进行插卡报道 抽取号码牌后 等候卫教 您好 我是糖尿病各管师 请问您的姓名 王大明 出生年月日 民国45年7月20日 今天是您第一次来卫教室 我们会先询问您的基本资料 帮您量身高 体重及腰臀围 做眼睛及足部的检查 再向您说明糖尿病如何控制 好 麻烦你了 王先生 已经为您完成了身体检查 依据您的检验报告 除了药物 药医 医组按时服用 还需搭配饮食和运动 请问饮食的部分该如何控制 要做什么运动呢 运动的部分 每周至少执行150分钟以上 中强度的有氧体能运动 如快走 慢跑 自行车 有氧体操 游泳等 每周三到五天 每次至少10分钟以上 每天累积时间达30分钟以上 王先生 接下来将由专业的营养师 来为您讲解饮食的选择和注意事项 这里是营养胃教室 请您在这里插健保卡报到 抽取号码牌后 等候胃教 营养师 这是病人的抽血报告 病人与家属第一次来胃教室 想了解糖尿病日常饮食该如何注意 了解 谢谢你 您好 我是营养师 请问您的姓名 王大明 出生年月日 民国45年7月20日 好的 没问题 王先生 这是您的抽血报告 从数据中显示 您的血糖有偏高的状况 但不要过于担心 控制血糖有秘诀 只要按时服药 饮食控制与规律运动 这三者一起配合 这样血糖就能维持良好 想询问您 平时三餐都吃些什么呢 早餐吃巧克力后配红茶 午餐炒饭一盘 晚餐家里会煮 饭大概一碗半 炒菜不到半碗 煎鱼大概两块 会每天吃水果吗 会 那每天吃水果的份量呢 大概是三颗苹果的份量 好的 两个餐中间会吃点心吗 下午会吃小片咸的苏打饼干 六块 配五糖绿茶 因为汤尿病 所以我挑选的饼干都是咸的 了解 平时有喝牛奶的习惯吗 比较少喝 喝牛奶也会影响血糖吗 也会有影响哦 待会我再一一给你 糖尿病的日常饮食建议 好 日常饮食中有三大项食物会影响血糖 这些食材都可以吃 但依每个人的状况 控制份量即可 第一项会影响血糖的是 颧骨杂粮类 也就是俗称的淀粉类 平时常见的饭 面 地瓜 芋头 马铃薯 红豆 绿豆 等都属于这一类 第二项是水果类 水果富含维生素 矿物质 和纤维 是很棒的食材 但吃多容易食血糖上升 一份水果大约是棒球般大小 所以一天建议食用两份即可 第三项是乳瓶类 因牛奶含乳糖 所以喝多血糖会有影响 以这个240cc的马克杯来说 一天建议一杯半至两杯即可 了解 好的 我再额外补充 除了以上这三项 若食物含糖 也需尽可能避免 如 砂糖 蜂蜜 饮料等 网路谣传喝蜂蜜水可以降血糖 这些都是错误的资讯 饼干 零食 甜点 面包等 这些都含糖与淀粉 吃多容易食血糖上升 所以应避免食用或控制吃的份量 就像您刚才说的 偶尔点心会吃咸的苏打饼干6块 虽然它是咸的 但它由面粉所制作 这也是淀粉的一种 所以仍然需要控制吃的份量 点心建议食用大概3块即可 听完你说的 我觉得我的早餐饮料可以改成无糖烘茶 水果也改成一天一颗到两颗就好 王先生很棒喔 刚才味道都有认真听 知道饮食可以如何改变 谢谢 刚评估您一天吃的淀粉 确实有过量的状况 我觉得饮食可以再做几项调整 第一项 早餐厚片可以改成薄片 或巧克力厚片改成吐司加蛋 这样可以减少糖 并增加蛋白质摄取 第二项 午餐炒饭约吃7成就好 或改吃便当 便当有菜肉 这样饮食较均衡 第三项 晚餐的饭可以减至8分满 我们增加蔬菜到一碗 蔬菜不仅可以让我们有饱足感 也可以减少淀粉摄取 可以使血糖更稳定 我可以尝试午餐改式便当 晚餐饭减量与多吃蔬菜 我希望我的血糖可以控制好 王先生很好喔 愿意在饮食做改变 我相信血糖会越来越稳定 感谢营养吃 若没有其他饮食方面的问题 今天胃教就结束了 这里有一份糖尿病饮食的胃教单章 提供您参考 有问题可以再询问我们 切记不要听信网络或乡间谣传喔 好 谢谢您 好 谢谢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